OK,大家好,我们今天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个礼拜的Tara Talk 那今天的Talk的Title呢是 The Evaluation of Alternative Exposure Matrix for Traffic-related Air Pollutant Exposure in North Carolina 那我们欢迎我们今天的讲者叫张世盈,可以叫他张C 那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讲者的information 他现在是在,讲者是现在是在Sonoma Technology一个company里面做跟他研究相关的工作 那他本身是在UNC,North Carolina Champ Hill做,达到他的PhD 那之前来到美国之前呢,他之前是台大工卫,然后台大环卫的Master 然后他现在,对,他现在也是做跟他研究很相关的题目 那我们今天就欢迎我们的讲者张世盈 嘿,大家好 开讲之前一定要秀一下我的T-shirt,去年拿的冠军 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是,我叫张世盈,大家叫我张世盈就可以了 那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是关于 你怎么样用Air Quality Model或是Model Based的方法呢 来评估人体对空气污染的暴露 那我会着重在交通污染源这个部分 那前几天主持人要我讲一下说通系污染的一些相关的议题 但是因为我们公司有很严的那个 你要讲事情啊,publication有很严的审查的过程这样 所以我已经来不及在做新的投影片 所以我就只要拿我去年的投影片来讲一下 那这一张照片呢,这是在美国哦 1948年的时候,为什么空气污染重要啊 这张照片是1948年在这个,没记错的话 Pansylvania一个小镇叫做Donora的地方 右边那张照片呢是正中午的时候照的 你可以看到那天不是什么天气不好啊,下雨之后 没有,它就是一个很正常的中午啊 你看到路灯全开,然后天空开还是黑的 那时候就是空气污染非常非常的严重 那那一件事情发生之后呢,那个小镇就死了40个人 然后50%的这个居民呢,就是有这个非常严重的那种呼吸道啊 还有心血管的疾病这样子 然后那时候的人就说这个时候是非常难呼吸的 那这一件事情呢,在美国就引起很大的这个共鸣 就是说,原来空气污染是会死人的这么严重这样子 所以在那之后呢,就开始了很多社会运动啊 抗疫啊,要政府有措施啊 所以终于在1967年呢,美国就通过了这个叫Clean Air Act 就是在美国空气污染这个法规里面最重要的一条法规 Clean Air Act,总算就通过了,那就开始管制 那有没有用呢?就通过Clean Air Act之后有没有用呢? 答案是有的 所以大家看一下这集的图,那字可能太小了,看不清楚 但没有关系,这基本上就是逐年的空气污染物浓度 这是量测到的情形 那我记得我拿的这个应该是LA? 那每条线代表是不同的城市或是County 那你可以看到这个Train每一年每一年,它逐年空气污染都是在下降的 所以说其实是有用的 那既然空气污染已经下降了,那我们这些这个空气污染 研究空气污染在干嘛? 你看,这都已经到那么低了嘛 我们在这边到底在干嘛? 那现在最重要的两个东西在全世界,不要讲说只在美国 全世界两个最重要的污染物,空气污染物就是,第一个是臭氧 第二个是pn2.5,pn2.5的全名叫做particular matter with diameter smaller than 2.5 microgram 那我就不详细讲说这些东西怎样 不过基本上来讲,臭氧这东西不是直接被排放出来的 你不会有个东西说它正在排臭氧,不会这样子 臭氧的形成是secondary,也就是说你排的不是臭氧的气体 这些气体在空气中化学反应之后就变成臭氧 那这些东西本身可能,就是说这些排出来的前驱物 可能本身没有那么严重的,对人体没有那么严重的危害 但它排出来后,反应变成臭氧之后就对人体会有非常大的危害 那pn2.5就是简单讲就是非常非常小的particle 你看这个就是一根头发,这是我们都很爱用的一张图,这是一根头发 pn10就是说,粒氧之径是小于10mg,差不多是这么大,蓝色的圈圈 那最后pn2.5就是这么小,那小有什么关系呢? 小就代表说它很容易就穿越你的呼吸道,它可以到更深的地方 可以到肺里面去,那就会引起一些呼吸道的疾病,甚至心血管疾病 这个我们先调过,那这个是最近几年一直很active的所谓 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的研究 那他们每年都会发表说,目前这个造成死亡的因素的排名有哪些 然后会死多少人,那为什么空气污染重要? 刚刚看到说美国这个Clean Air Act 事情之后呢,每年污染物浓度是逐渐下降的 但其实你看全世界来讲呢,空气污染造成死亡的这个因子 就是空气污染这一项原因呢,是排名全世界排名第四的 它仅次于Clean高血压跟这个dietary risk 所以说空气污染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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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的 好,那那这张图这个是,我记得是2015,没错的话 2015的Nature的一张paper 那他们就把全世界分国家,然后呢,把他们这个空气污染最严重的这几个 怎么讲,emission sector,就是排放源给分离出来 然后预测说它到底这些排放源会造成多少死亡 所以你看这张表,这个横轴来讲是不同的污染源 比如说我们有residential energy,比如你用energy的这些造成的空气污染 agricultural,种植东西,农错物造成空气污染 一直到这个land traffic,就是说交通造成的污染 那你可以看到说这我两个红框框的,USA跟这个Germany 这两个国家呢,它在traffic部分其实会造成最多的这个死亡 好,那这个是一些introduction 那今天我要讲的是什么呢? 今天我要讲的这个已经发在2015年发在一篇paper上面 那这一篇我们是想要讲说,就是说比较起 因为在流行病学上来讲,或是公共卫生的这个 应该说环境流行病学的角度上来讲呢 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来看疾病跟空气污染的关系 你想要用空气污染的变动来解释这个有没有病 或是会不会发病的这个几率 那以这个情形来讲,如果说今天有十个人 五个人有呼吸道疾病,五个人没有 然后我想说呢,那这个会不会跟空气污染有关 那结果呢,我在做这个统计model的时候呢 我把这十个人,我发现这十个人曝露到的空气污染的这个浓度都是一样的 比如说他们全部都曝露在这个5mg per cubic meter的PN2分配底下 那这时候你就马上就看不出任何东西嘛,对不对 五个人有病,五个人没病,但大家瀑布道是一样的 空气污染,就代表你就做不出东西了 所以这一篇paper呢,就是在讲说 那我们过去的这些流行病学研究 过去这些连接疾病跟空气污染这些研究呢 到底是不是有什么地方可以再改进 那这一个slide很多字 但基本上呢,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小小的 Health Effect Institute 这是一篇2009年 Health Effect Institute 他们是研究这个Health Effect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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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名的机构 那他们呢,用的美国的癌症学会 Cancer Society 的资料呢,重新分析 然后去连接这个空气污染 空气污染跟疾病跟死亡的关系 那,就像我刚刚之前讲了 那你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当你所有的人体呢 第一个你要有有病没病的资料 第二个你要有空气污染瀑布的资料 那在这个空气污染瀑布之下,他们是怎么做的呢? 那这边就说,他们基本上这一块,这个区块在讲是他们做的 但是我帮你翻译一下,就是说呢,他们其实就拿了美国在 美国环保署在美国设的有很多点的那种 就是说它有两侧的一个侧站 侧站,空气污染侧站 那他们的做法就是说呢,好,我这个侧站呢,比如说这个 以San Francisco来讲,可能我有10个侧站 那我就把这10个侧站的资料收集起来,算一个平均 然后我说呢,所有住在San Francisco里面的人呢 他的暴露,他暴露到的空气污染浓度就是那10个侧站两道的平均 也就是说呢,所有住在这个San Francisco人呢 他暴露到的浓度是一样的 OK,那这个就是跟我刚刚讲的情况一样啊 就说,好,今天大家都住在San Francisco 有些人会有病,有些人会没有病 但我在做这件事,在做这个流行病学分析的时候呢 我跟我的model讲,这些人不管他有病没病 只要他住在San Francisco,他暴露到的浓度就是这么高 OK,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可能可以看到说,这好像有点问题 好,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呢 第一个说,刚刚他是美国环保署在美国设的这些侧站 侧站两道的值 但是空气污染,其实并不是 有很多空气污染并不是regional 就是说不是说 一个侧站可以代表这整个区域的污染物浓度情形 那这边我列的这个表呢,是 横轴是离道路的距离 这个单位是公尺 那纵轴是normalized roadside 就是说空气污染的浓度 但是就是标准化 就是处于在路边两道的浓度 那你看这些在左边这个表呢 你可以看到这么多污染物呢 它其实有非常非常一个陡的一个gradient 就是说你看在可能100到150公尺之间呢 这浓度就下降了差不多60% OK,那也就是说呢 那这跟道路距离拆离这几十公尺 这100公尺之内就有差这么多的浓度 那你说这放在那个城市某个角落的一个测站 可以看到这样的浓度差别吗 一定是看不到的 第一个你用那种测站来代表exposure 人体对污染的exposure 那可能就有这个你抓不到这些 在urban里面的hot spot的这种情形 哈啰,我有问题 请说 前一张那个就是横轴是距离 纵轴是浓度那个啊 就是在前面的几十公尺 它们的斜率看起来都差不多 可是你上面就是有比如说 CO、CO、N 然后或是 不是,sorry 就是NO、NO、N格这样子 它们的原子量不是都差很多吗 那如果我naively觉得它就是扩散 那不是应该那个斜率要差很多吗 因为还会有化学反应啊 像CO可能就不太反应嘛 那NO跟NOX可能就会有化学反应 它会生成其他的东西 所以它可能效的快一点 效的慢一点不一定 OK,好 那可能它因为都气体 那像policle它就不一样了 它policle也有一些不一样的特性 这样子 我想补充一下就是你还要考虑成降 所以 对,就是还有physical的问题 没错 OK 那好,刚刚讲的说这个outdoor的 比如说你用室外那种测站量道的浓度 来代表污染源 第一个你抓不到Hospa 像这种交通污染源 有人家住的离道路很近你抓不到 对不对 那测站就很远的地方你抓不到 第二个是呢 其实大部分的人呢 他花在室内的时间是比花在室外的时间还要多的 这是一个应该是加拿大的研究 他们看说这个小孩到底平均会花多少时间在室内或室外 那我用红框框起来的那两个呢 你可以看到说一个是在冬天的时候 一个在夏天的时候 在室内的时间其实冬天是67% 夏天是72% 代表说其实大部分的人 这个花在室内的时间是远大于室外 那这个时候你用室外的污染物来代表 室外的这个测站量道的浓度呢 来代表人的暴露可能也会有点问题 因为大家是在室内啊 对不对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会有这篇paper 第一个是central site 就是我讲那个central site 就代表说那些美国的环保署的测站 他没有办法去抓到这些local source local source可以说是traffic 或是任何就是说在你家旁边的那些小source 那他可能没有办法来代表 那再来就是说第二个是 用户外的空气污染浓度来代表exposure 可能不是太有代表性 因为大部分人都在户内 你应该理论上用户内的空气污染浓度 来代表exposure会比较好 那这篇paper的目标呢 就是说我们用一些model based的 就是说完全是用靠model的方式 来预测来estimate in-door跟out-door的浓度 然后呢用它们来代表人类的exposure 那看它们说 看它们到底会差多少 那我们就可以quantify它这些 就是potential exposure error 那这个是我用的model 三个黄色的框框呢 stoke stok 然后rline 跟lbl ar model 这三个是model stoke是spacetime ordinary creating 它代表的是 它其实就是一种内插的 内插外推的技术 所以那个技术呢用的是 它的input data就是这些 环保署量的测站资料 那我们用那些测站资料 然后内插外推到census block level census block就是你想像 就是一个block 你走路的时候 在马路上那个block 一个block 那可能就是一个block 所以我们就是 把那些浓度呢 内插外推到这些block level 那这个代表呢 就是说一个background level 就是说我用测站 我用中央用这个central monitoring site的资料呢 然后内插外推到这些地方去 但它很可能会漏掉这些local source 比如说traffic 那rline呢是一个line source dispersion model 它是专门用来预测交通相关的污染物 所以它的 它基本上就是把所有的道路呢 当成是一个线源 然后它就用很简单的一个高丝扩散的方式 来model交通污染物 所以它代表的是local source 在local source 这边我们就定义成交通污染物 最后一个LBL AR model 是Lawrence Berkeley Laboratory Air Exchange Rate Model 这个model呢是用来预测 Air Exchange Rate 就是每个家里面的 每个人家的空气交换率 就是说你多久呢 多少时间你的整个房子的空隙 会不会跟户外这样交换一次 那用这三个model 然后用彼此彼此结合呢 我就可以算这六个呢 你看到蓝色的这些框框 这六个是我要用来代表exposure的 我们叫它exposure metric 就是我们用这六个来代表人体对空气污染的暴露 那有哪些呢 第一个就是outdoor stoke 就是说是户外的空气污染浓度 然后用的是stoke这个方法 那它代表是background 记得这个东西的source 是central monitoring site 就是美国环保署那些策展 那第二个呢就是outdoor on road 它就是代表的是只有交通来的这些交通污染源造成的空气污染 那它就是用rline来model出来的 那把这两个东西结合呢 因为outdoor的stoke 它代表其实是一个background 因为它抓不到这些local source 那如果把这两个东西加起来呢 你就是有一个total的exposure 那我们就叫它outdoor hybrid hybrid betweenrline and stoke 所以这三个东西呢代表的是我们outdoor的concentration 那用这三个outdoorconcentration当做base 我们可以结合这个air exchange rate 刚刚左边那个LBL air exchange rate model 出来的air exchange rate 我们可以计算呢相应的这些indoor的concentration 就从outdoorconcentration来计算indoorconcentration 所以呢我们就有另外三个metric indoor on road,indoor stoke,indoor hybrid 总共六个 张希我要问一下 你说 你的那个air exchange rate 你是有考虑到就是窗户的开根关 还是只是考虑到就是它在那个 total condition下面的交换率 等下你就看到了 等下就会讲到这一块 等下就会讲 那这个呢 这个slide在讲rline rline是一个dispersion model 所以你必须要用rline 因为用任何的空隙污染模式 你最重要的东西就是emission 那这边在讲说emission是怎么算的 然后这些资料来源是哪里 那这个就对大家来讲不是太重要 先不要理他 那这个是stoke 跟我刚刚讲的就一样 就是说它是一种内插外推的这种cricketing的技术 那它用的是环保署的 美国环保署的air quality system aqs site 也就是说是那些大策战来的 那最后就是把这两个东西加起来 那这个是你怎么样把 现在好 我现在有了outdoor concentration 我要怎么算说这个corresponding的 indoor concentration 那这个地方就是用一个非常简单的mass balance model 你的户内浓度跟时间的变化呢 会由这几个term来决定 第一个就是从外面传进来 随着air exchange 你室内的air exchange带进来的室外污染物的浓度 跟这些消除的 这些把这个室内污染物的浓度 给消除的那些所有机制 那就包括了deposition 跟在这个例子来讲是 就是又是排出去的 就是室内空气排出去的这个速率 那这些这边有一些factor 那penetration factor就是说 这个控制多少会进来 有几percent会进来 跟deposition rate 就是说这个成降的有多快 那基本上大概看一下就是说 气体的部分呢 penetration都是1 就是它100%会进来 那deposition rate的话 CO是没有 比如说你拿气体来CO是没有 那NAC就是有0.5 per hour 那pm的部分呢 就是它penetration factor又 就是particle的部分呢 它的penetration又低一点 deposition rate又更慢一点 那这个就是呢 刚刚教练问的问题 这个AER model 在算什么东西 它刚刚它有没有考虑窗户啊 那简单的答案就是没有 这个研究呢 是在总共做了三个county 在北卡的三个county 这个地区 那33万间房子理论上 如果要用那个model 就是有包含 考虑有没有开窗啊 有没有开空调 那个情况 其实是有那个model 但是你不会有那个资料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33万房间 33万房间 一个一个去跟他讲说 你有没有开房子 你有没有什么 你有没有开窗户 有没有开 就没有 没有那种资料 所以说必须要用一个最简单的 就是说 就是说 我们都不考虑 我们就只考虑它就是用房子在哪里 那它的air exchange rate 会是多少 那这个model 我就不详细解释它是怎么来 但基本上说 这所有的parameter 像比如说 你这个房子是几年盖的啊 你的floor area有多大啊 然后这些东西呢 你要用这model 就是要需要这些东西 那过往呢 这个技术是被用来 比如说 我可能要看10间房子 15间房子 那可能没有问题 但是我现在要看33万间房子 我就没有办法这样做 那怎么办呢 所以我就必须去找这些资料 那我用的是 County Property Assessment Record 那我就可以有这些房子 每一个房子的这些资料 这个东西在北卡是免费的 在加州要钱 我记得是 LA County好像要收你100块吧 然后 其他一些资料 我就不详细解释 他们来一来 不过基本上都是些public available的资料 那这边有一个事情就是说 每一个census block 我就是让它sample大概10间房子 然后呢 就用这10间房子代表这整个census block 所以我不是说真的就做了33万件 然后全部给它做下去 那这个是我的modeling domain 就是说这三个county 在北卡的三个county Orange County是UNC在的地方 以前我住在这里 Durham是万厄杜科大学在的地方 所以这个 没事不要去那地方 那这边是一个snapshot 就是说我用刚刚他讲的那六个exposure metric 我算了他们出来 把他们算出来以后呢 就把它画成这个地图 然后就秀在这边 那A就是刚刚所说的outdoor stoke 它用的是 记得它是用的是那些测站的资料 内插外推出来的结果 那B是outdoor hybrid 就是说是用rline 就是说这些traffic source 加上background就是这些测站 测站interpolation出来的结果 那底下的两个呢 就是说相对应的 就是说用这上面两个的这个 air quality fill 放进我们刚刚那个indoor 那个简单的mass balance model 算出来的indoor concentration 那我们先看一下最左上角 那个outdoor stoke 你可以看到它其实 大部分的浓度可能就在24到26 甚至27之间 它没有什么spatial variation 就这样子 那为什么呢 因为我记得在这地方 没错的话 可能只有两个 还三个测站 那你要两三个测站 然后就是说这个creaking 就是interpolation出来 那它最多就只能做到这样子 对不对 但是呢 你看一下这个outdoor hybrid 就是说你加上了这些local source 的这些交通污染源之后 你看到了真实的空气污染的 这个地图其实是长那样子 那光这样看就可以看到说 这个差别就有点大 那再来我们看一下C 这个indoor stoke 我问一个问题啊 听说 它那个测站不是有一些 也是transplantation source吗 因为测站有种类嘛 有些测站是background 例如说在National Park或者是Torrent 但是有一些是在交通的附近啊 没错 对 所以在这个研究的时候 我们挑的是通通都用background station 我们没有用那种就是它会离道路很近的 那种urban的那种就没有用 那你有没有在你的R-line的transplantation model做出来 有没有跟交通测站的比 有有有有有 这个是在上一次我给的talk里面就有给的那个model evaluation的结果 OK好谢谢 好刚讲那里 OKindoor stoke OK所以刚刚呢 好你看A A其实就是C的input 你看A到C 这两个比起来 第一个 看那个color scale 它下降了不少 第二个 它开始多出了这些spatial variation 你看到可能在C的这个浓度范围 可能从7到15之间 7到14之间 跟刚刚相比上面的outdoor stoke 可能就是24到27之间 那这些spatial variation是哪里来的呢 这些spatial variation就是从你这个每一个房子 每一个sense block 每一个房子不一样的air exchange rate来的 所以代表说呢 如果你只 这代表什么 代表说如果你只用上面那个outdoor stoke which is what they did 他们就是用那个方法来预测这个 在那些很大流行病学研究里面 他们就用那个方法来估计这个exposure 但是你看啊 你加上 你往右边看 你加上local source 你的浓度其实是那个样子 你往下面看 你看了indoor concentration 你的source 你的map其实长这样子 所以说其实会 光看那你就知道大概会有一些差异 那最后一个就是d 就是indoor hybrid 它的input source就是b来的 b到d 那你可以看到这个 就是说 基本上它的variation大概还是一样 你还是看到在近道路的地方有高浓度 那离道路远一点就低浓度 那可是你看到它的浓度呢 整个浓度就下降很多 以上面来讲 上面的maximum 我们可能看不到 大概可以看到九十几一百之间都有 那下面maximum可能就没有到那么高了 所以代表说你到indoor的时候呢 你的这个绝对浓度其实是会降低的 那这个地方呢 就是我在看说 哈喽 请说 那个我对前一页有个小问题 就是这个基本上是2D model嘛 对不对 就是平面的嘛 嗯 你也可以做到 你可以vertical啊 也可以啊 所以 你可以有不同的高度啊 但是我这个都是在2公尺 离地面2公尺 离地面2公尺 那我只好奇啦 就是这个附近的地形是平原吗 还是是怎样 还是有山谷啊 这一区还蛮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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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可以看这一区还蛮平的 再往西边去才是山 这边都还蛮平的 好 那那这边就是说这个 我用box plot 来show 这个 平均的concentration 到底就是这个浓度分布的情形 然后 bipalutin bipalutin 对 那 我也忘记叫做 OK 我们从CO开始看 就是图A开始 如果只看 我们先比较这个黑色跟白色的box 黑色的代表是outdoor concentration 白色代表是indoor concentration OK 那你可以看到说以这个CO来讲呢 好像都差不多 你看stoke outdoor indoor 这个distribution 差不多 onload差不多 hybrid差不多 那为什么呢 为什么他outdoor indoor会差不多 是因为呢 刚刚看那个 他们的parameter penetration factor 跟deposition factor CO penetration factor 是1 他的deposition rate 是0 所以他的 indoor outdoor concentration 会差不多 那在那里 你看到Nox 他的penetration factor 是1 但是他deposition rate 是0.5 那你就可以看到说 确实 indoor concentration 就低了 就比outdoor concentration 可能低到有一半 OK 那同样的情形 PM 就是particular matter PM跟EC 你可以看到说 一样说 indoor concentration 马上就少了 或outdoor concentration 一半 代表什么呢 代表说 你如果要outdoor concentration 代表暴露 那这个人又 比较多时间待在indoor 你可能就会高估他的暴露 OK 那刚刚讲完这个 黑色跟白色的比 现在我们看一下 这个stoke 跟onroad的比较 OK stoke 跟onroad的比较 所以是左边的两个 黑白box 跟中间的这两个黑白box 首先看 CO跟NOX 好了 CO跟NOX 这两个 你可以看到说 用stoke的结果 其实是比onroad高不少 如果是CO来讲 但NOX的话 就接近一点 那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交通污染来讲 汽车 汽机车 汽机车排放的NOX 是很高的 我这边没有那个表 不过我记得 没错的话 有些地方 NOX的排放 汽机车可能到40 就是全总排放的40% 那也就是说呢 因为这些汽机车排放 很多这种污染物 所以你看到说 它就占比较重的比例 那以particular matter PN2.5来讲 这个unroad的部分 其实是很低的 因为它的排放确实 primaryPN2.5来讲 它排放出来的 那个浓度可能 它的占总排放 可能只有到 差不多5%而已 那但是EC来讲呢 EC这种就是 比较小的这种 PN2.5的这个成分 就是燃烧 产生了这种 但因为是引擎 有很多燃烧 所以它就会占烧得高一点 OK 那这边我在看的是呢 刚刚讲说 比较浓度之后 我现在想要看的是 spatial variation 所以我这边算了一个东西 叫spatial coefficient spatial 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这个值 那它这个值越大呢 代表说 它的spatial variation 就越高 OK 那记得 我们现在想要看的是 这些东西 用来代表exposure 到底好不好 不行不行 那记得 大部分的人都是用stoke的 outdoor concentration 就是以这个测站 为 拿测站的资料来代表exposure 也就是说呢 最左边的那个黑box stoke的黑box outdoor stoke的黑box 那你就这样一眼撇过去 可以看到说 那就差很多了嘛 对不对 比如说以NOX来讲 我现在看stoke 它的spatial variation 非常低 我现在在看到白色 这个indoor的spatial variation的时候 它就高了 为什么 因为这个时候我就加入了这个 Air exchange rate 的这个spatial variation 对不对 也就是说呢 你如果用左边的那个来代替exposure 可能就有点问题 因为它没有办法反映这个 真实的浓度分布 spatially的浓度分布情况 OK 那这边呢 流行病学上面有一个分类exposure的方法 有的时候我们不会直接用浓度 就是绝对浓度 比如说它是50microgram per cubic meter 这个直接的浓度呢 去代表exposure 有时候我们就是用它来分类而已 比如说呢 这个低中高 暴露低中 低的这一组可能只暴露到0到2 0到2microgram 中的这一组 中间的这一组呢 可能2到4 高暴露呢 可能4到8 假设是这个情形 对 那这边我又做类似的事情 我把每一个 我那6个exposure metric 全部分成5组 0到20% 20到40 40到60 so on so forth 那现在呢 我需要一个答案 就是说我现在假设呢 我们真正的exposure 是由这个hybrid based indoor concentration 可以最佳的代表说 真正的exposure 第一个 因为它有考虑local source 第二个呢 它有考虑 indoor的concentration 也就是说呢 这个横轴 横轴的这个地方 hybrid based indoor 那个是答案 那 好我们把它分成五组 那你这个 左边呢 就是说我们要去比较 这剩下的五个exposure metric OK 那 那 以这个我们第一个 我们第一个 outdoor hybrid 跟hybrid based indoor 这两个比起来看看 斜对角的这个红色的数字呢 代表的是他们 代表的是他们 到底 agreement有多好 数字越高呢 如果是100% 就代表说他们的是 100% agree with each other OK 那 比如说 现在这个0到20%这一组 就是说 hybrid based indoor 这一组 也就是说呢 当你用outdoor hybrid 代表exposure的时候 只有50% 就49.22%的census block 会掉在同一组 就是你用这五个不同的criter 你把这些暴露 从高到低分成五组的时候呢 你用hybrid based indoor 跟你用outdoor hybrid 所以他们的agreement只会有50% 在这个最低的这个 这个暴露 暴露组别里面 那最高的组别呢 其实还不错 因为他们可以到73% 这个是NOX 那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 因为 以hybrid 以NOX来讲呢 它的major contributor 是unroad source 那这两个 这两个不同的metrics呢 都有考虑到unroad source 所以如果你能够抓到 那个local source 基本上你就可以抓到大部分的 这个 污染物 那再 很快一个问题 就是你的analysis unit 是sensors track 对 那种sensors block 那你的spatial resolution呢 因为你这个model 应该可以run hourly吧 就是hourly啊 对啊 但是我是说 那你是哪 我的意思是说 你像有一个sensors track 然后你有hourly的data 那你的contigency 就是有没有match到那个group的时候 是sensors track hourdata 没有这个地方 我记得我是用annual average 这个应该是只有annual average的concentration 对 这个没有到hourly level 对 OK 然后我是sensors block 不是sensors track sensors track 大block很多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最差的这个情况 就是说outdoorstoke 这个对角线 斜角线的红色的数字啊 每一个都低于20 最高25.54% 代表什么呢 代表你用outdoorstoke 你很可能就有这么大的exposure error 为什么呢 第一个 没有考虑local source 第二个 没有考虑indoor concentration 这个讲过了 那比较 那时候做这个分析浪比较惊奇的是 当你用indoor的onroad concentration的时候 它的performance其实很好 记得这个indooronroad concentration 它是只有onroad的部分 它没有考虑到background level 它没有用任何侧站的时候 它就是这个model的部分而已 那为什么呢 原因跟刚刚一样 因为nax的主 很大一部分的nax 是从这个契机车来的 而且它又controll这个spatially 你只用这个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很清楚看到说 这个进道路它就浓度就高 离道路越远它能越低 对 那这个东西只要能抓到 基本上你就是你可以抓到 大部分的这个曝鲁地中高的部分 那再加上说 它有考虑的indoor concentration 它有用那个air exchange rate去 去反映说 这个每个house跟house之间的air exchange rate 不同的差异 所以它的表现其实还不错 你看在最高的group 它可以到89% 那这边呢 我在show的是 就是说 类似刚刚的情况 我用这个hybrid 你看这个没有hybrid hybrid indoor这个地方是空白 因为这个东西呢 我现在把它当作是答案 其他的东西呢 去剪掉这个答案 然后我就画成一个box block 这个东西 这些每一个box的代表 就是说 当你用那一个specific exposure metric 来代表exposure的时候呢 你的误差会有多少 OK 那一样 我们先看一下 就是大家最广泛被用来代表exposure 是stoke outdoor concentration 你可以看到它这个normalized difference 是非常非常高的 你看NOX的部分呢 它平均可能有到八九十percent 就是说差这么多 OK 好 结论呢 就是说呢 其实很复杂 因为我这边有很多不同的分析 然后不同的污染物 那每个污染物它交通来的部分 到底有多少也是不太一样 所以这个就bear with me 那 基本上呢 CO跟PN245交通来的 交通来的这个contribution 其实是比较低的 一个14%一个6% 那 NOX跟ECO就比较高 一个40% 一个是44% 那 那 你 当你用了这个 indoor infiltration的 这一个model之后呢 你室内的浓度 其实是大 就是差不多是室外的 浓度的60%而已 就是说它会减低40% 那也就是说你用室外的浓度去代表 你的exposure的时候 就不对了 因为 浓度其实是没有那么高 你的exposure其实没有到那么高 OK 这个剩下的就 再讲太复杂了 好 那这个呢 就是我的 acknowledgement 我以前在UNC的同事 然后这个funding source 是EPA的contract EPA 一些人也帮忙提供一些emission 然后meteological data 然后我以前的lab 教育那时候还没加入我们 所以他不在这上面 然后这是reference 就这样 谢谢大家 要不要看 谢谢 OK 谢谢 那我先 请问 现场的观众有什么问题吗 看起来是没有 看起来是没有 耶 耶 耶 礼拜六下午 大家可以去健康一点啊 不要这么学术嘛 其实我觉得这还蛮有趣的 你用R line 你可以看出来 例如说 符合桥好了 为什么旁边要有篮球场 对啊 其实我开始做这个以后 我就觉得 尤其我搬来这边以后 那个San Francisco 这边那个Golden Gate Bridge 它旁边是 那个啊 不是说trail 就是可以跑步啊 骑脚踏车的地方 那个 那个是总共六线道嘛 两边各三线道的这个车 然后平常车在上面都开很慢 这个排放来讲 车子开越慢的 就是你引擎在发动的状态下 跑越慢的 排放其实越高 那也就是说这些在旁边 跑步啊 骑脚踏车的人 全部都在吸这个 空气无然物吸得很开心啊 对啊 我的想法是 你如果把你的篮球场 再往哪一边 中间再移一下的时候 基本上你可以save很大的mortality 就这么简单 就移个几十公尺 在台湾地小啊 可能也有办法吗 好 我有一个问题 请说 好 这个问题是这样 就是 因为你现在等于是直接去看 就是说这些道路的 那个emission data 嗯哼 那 嗯 你也不会站在路旁边去检查说 每一台车开过去的是 Tesla 还是是那种柴油车 还是什么车 但是 这边可以做一个 就是有一个像 free parameter 就是说如果今天开过去的 全部都是Tesla 跟一半Tesla 一半Pickup 跟全部都是大卡车 那可以有多少improvement 那这样子是不是可以在量化上的去 justify说 我到底应该要投下多少的工部门的资源去推动这种定性上似乎可以改变空气品质的政策 你讲的这个就是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fleet distribution 你在讲交通污染源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参数就是fleet distribution 到底每个地方它的车的组成有没有不一样 那这个东西呢是moves 我们都是用moves来处理的 Motor Vehicle Emission Simulator 在model上面来讲是用这东西来处理的 那以model的角度来讲呢 确实你可以跟moves讲说 好我今天假设我的fleet distribution有一半都是电车 那一半是柴油车 我可以去做这些调整 然后去看这些东西变化多少 那但是你说 所以用model角度我觉得是可以做到这件事 就是你刚刚讲的这件事情 但你要说把一条街封起来 然后把上面的这个fleet全部都50% Tesla 50%什么的 这有点难做 但是你讲的是非常好的一点 我现在fleet distribution 我不记得有看过类似的研究 教练你有没有看过类似的研究啊 他大概要去顾小孩 我现在没有看到 我不记得我有看到类似就是说 我们把这个fleet distribution都改掉 然后去看说换乘电车的效益到底好不好 我没有看到这样的研究 谢谢 张C我有个问题 就是问题就是 我有点好奇的是 我一开始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 我觉得很有趣就是 为什么要特别选那个地方 所以我上网去查了一下 就是好像说 就是North Carolina 好像这地方的 air pollution 是比较严重的 对 这一区是我们所谓的NC Piedmont region North Carolina有分四个区吧 Costline Piedmont Mountain 还有一个忘记什么 Piedmont就是有点像山脚下那种概念 那这个地方因为是RTP area 所以它的空气污染是稍微严重一点的 那另外一个原因 我为什么做这三个County 因为那时候我们是跟EPA合作有个计划 他们就是想要用这个我刚刚做的那些metrics 去重新去做他们的流行 对 算流行病学研究 他们有一个冠状心脏病的研究 那他们想要用空气污染的资料 所以那时候就是有这个机会 我们刚刚有contract 跟EPA有contract 所以就做了这个东西这样 那他们现在至少我上次跟他们聊天的时候 他们是说他们已经在写paper 那写到哪里我也不知道 所以在你们那个地方 就在这个地区做的研究 算是蛮有价值 因为环保署在那边 美国环保署的R&D Office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就在那边 所以他们有很多的研究都在那边 因为我昨天有跟我们Lab 我们Lab刚好有几个人是从就是UNC来的 那我就问他们说 听说你们就是UNC那边好像空气污染很严重 但他们就一脸很惊讶看着我说 会吗我觉得 那边的空气比加州好太多 我刚刚说严重 我刚刚说严重 是相对于整个North Carolina的比起来 对 其实就算以Piedmont 虽然在NC算是比较严重的地方 它还是很低啊 OK OK 好那我可以介绍 BECA是非常干净的地方 BECA的人口 BECA的人口 BECA的面积应该是台湾的四倍大 人口只有900万而已啊 嗯嗯嗯 但像LA南加州 LA County 一个County 的人口是2000万 是 对 所以我相信它Polluter 会比较严重 对啊 人多越多地方 Motor越多地方 是用很多那种Near Road的Study 或是跟Children's House的Study 那种那些Paper 很多都是我们公司有一个Senior 他以前是CEO啦 现在是就Senior Scientist 合作做的东西 那做很多很多都是在LA 那我自己加入我们公司 第一个做的Project 就是用R Line来预测小朋友的气喘 因为曝露到空气污染额造成的气喘发作 那那个系统也是针对就是LA地区 应该说整个South Coast 就是说 South Coast 没有中文 就整个South Coast Area 这样子 那个地方是应该是 Well-known 就是Air Quality 非常非常糟的地方 其实我刚刚 旧的 这里面应该 这里面应该 这个是 忘记 前70年代的报纸吧 这是Los Angeles Times 就是那个年代的LA的报纸 然后那个时候在讲说这个臭氧的问题 我记得这可能字太小了 不过我记得那时候有讲说怎么它那臭氧可以到700PPB 那700PPB 大家可能没什么概念 歐洲现在的标准是70PPB 对 那很高 对 那个年代是可以到700 我们公司有一些那种比较senior的人 他们是小时候住LA 他说那个没有办法 住外面就是 你站在外面就开始流眼泪啊 哦 嗯 嗯 那是一个older magnitude X1 对啊 就非常非常夸张 那加上LA 它是一个basin 就是near basin 它那边的那个 那个 气象条件相对来讲比较稳定啊 那个空气污染就跑不掉这样子 对 对 OK 好 好 我问 谢谢你回答的问题 嗯 想再问一次我们的观众还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 没有的话 我让我来宣传一下Tyra 哈哈哈哈 懂吗 OK 好 那我现在想要简单的说 嗯 那个 义讯 是 你有问题吗 没有 哦OK 我看你的那个打开了 好 那我我现在想 知道我在干嘛就对 那我赶快 哈哈哈 对 对 对 嗯 我可以我讲一下啦 基本上好 很多这个 Epidemiology 就是所谓流行病学 它做出来的这种 dose response 都 underestimate 嗯 那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呃 以经济学的角度来讲就是 呃 当你知道空气不好的时候 你会optimize你的behavior 所以你的hospital的 acute hospital emission 或者等下所有的end point 都是在人们optimize 他的behavior之后的结果 所以你有些东西你可能 例如说Ozone CO你可能在low concentration的时候 你看不出来什么东西 但事实上他都有response 只是因为 我发现说这个这个时候的空气污染不好 所以我已经不出去了 嗯 对 所以这个正是我是觉得这是跟 所以以经济学的角度来讲 跟以流行病学的角度来讲 这是很大的不同 哦 对 因为你你你你当你空气不好的时候 你可以选择不一样的transportation mode 对 例如说台湾是骑schooler 但是你现在说空气品质不好 搭公车 那你的exposure的intensity就不一样嘛 对啊 所以人们如果没有optimize behavior的时候 基本上他可能效果会更差就对了 嗯 OK 这跟今天比较没有关系 不会没有趣的 所以eish 你的名字怎么念 议 议 精神议的议序都生的序 OK 议序 我想问一下下你是做跟能源policy相关的 对我做policy相关 然后我也做我也有一篇文章我在讲台北捷印跟空气污染 就这么简单 那像在美国的话就是他们政府就是比如说能源局他们他们参考他们要改变他们的policy的时候他们参考research的多还是基本上参考公司还是说他们是取一个average 没有很多policy的setup基本上是一个political negotiation的process 就是说假如说我加州我要推2030年有50%的energy是renewable source 那他就是开始就是说这个这个这个政府的政策这样出来 然后现在下一步就是比如说交给Canofone air resources for 或者是其他的政府单位要去执行 那他现在的做法就是说OK我在我这个overall的policy target之下我要怎么样利用他们叫做economic instrument 因为他很多的像做能源的话很多我做很多是电力市场那电力市场基本上是一个competitive market 那现在说OK你不能说force这些company就说OK你们都要renewable就是不能这样做 所以很多时候是说OK我们的target是这样那是就是come out with the way利用这种market instrument 然后例如说我可以close subsidyrenewable energy from the fossil fuel 或者是德力的energy 然后用这种方法让那些firm会endogenize他们的decision making process account for这种pollution的externality 对就是我对啊原始上次他们是这样就是有个policy的goal 然后利用market的方法来达到那个结果 我觉得policy对做研究人讲是蛮重要像我本身是做我现在在这个地方做是co2 reduction 所以我们这个institute基本上我们的funding的source就是based on政府的policy 所以像之前trump说他不support就是energy这类的话我们那时候很担心我们接下来五年的方法 不会拆远是不是 我我我我应该是不会但是其他人就很担心说我们这个institute要怎么办 因为我们institute是除了除了在culte以外我们还有在stanford还有在berkeley 所以就大家就是很担心这件事情那现在是有点像是说好像已经被granty可以到2020的样子 可以撑到他下台就对了 就是除了他反对以外其他人都还蛮support的 没有在加州我觉得到加州比较不可能 因为加州基本上他是一个算是就是对他是一个pioneer 在环境政策方面是pioneer 所以即使是federal的funding没有下一年有很多周历的funding 好谢谢你的comment 谢谢对我觉得这蛮好趣 他容易那个我我我我再send给你email好了我觉得我们可以合作一些事情 好 那个我稍微插嘴一下因为刚刚有提到就是这个policy design 那个如果我没有搞错的话下礼拜的talk应该是经济系的talk 然后他们讲的就是那个讲者应该就是要讲机制设计相关的 所以他不是就是很specific就是能源的机制或者是能源的policy设计 不过从他是从经济学的角度去研究机制设计本身 对我只是突然想到这是跟你们刚刚讨论的事情有关系 对对 对艺序我也想那个我们可以留一下那个联络方式 是你应该有了吧我现在一切行动行都被掌握中 - Mais vs - Yeah - Yeah - I'm just cyber stalking you Right now - When Iكن有那个张C我�도可以在stalk 别人 - Wait - Keep tracking - Ok 那我现在就想说如果就是我不知道教彦有没有加入我们Tayra的member 然后我想说如果有兴趣加入Tayra - 他就有啦他给过talk去年过Hey - OK 好,那如果依序,依序你有在裡面嗎? 你有在Tyra,你要是路人? 我是路人啊,我是路人 今天是路人 下次就可以加入了 可以可以,好,我再馬上把會員報名表送給你 也歡迎有興趣的朋友可以一起加入Tyra 那是很多人啊 好 最大的問題是你即使要回台灣找學生你也找不到 你說找什麼學生? PhD啊 OK 你說我嗎?還是誰? 我說我啊,我如果要找學生,我也是找不到學生啊 因為沒有人要念啊 不一定,我們好好宣傳之後就會有學生了 我先把我們的Talk的Recording先關掉